当我们提及伊隆马斯克这个名字时 往往伴随着一系列谜团与惊叹 他究竟是谁 这位传奇人物的背后 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 他如何一步步筑起那令人瞩目的商业帝国 挤身世界财富之巅 下面我们来一探究竟 1971年南非的夏日 一个瘦弱的身影降生在这片土地上 他就是伊隆马斯克 在成长的岁月里 他如同一只孤傲的雏鹰 在学校的丛林中遭受无情的风雨侵袭 他瘦弱的身躯和沈迷于书记的身影 成为了同学们嘲笑和欺凌的靶子 马斯克在后来回忆到 他坦言自己 虽未正式被诊断 却深感自闭症脱系的影子 对年轻的伊隆来说 这一段经历非常糟糕 有一次 他在学校被打得血流不止 去医院治疗后回到家 伤疤还未痊愈 父亲却让他站在面前 骂了他一个多小时 说他傻 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那些被欺负的日子 对年轻的伊隆来说 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关于他的父亲 人们总会联想到 那些关于他拥有祖母绿矿的传言 彭扶他的成功 是家庭财富的必然结果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艾龙的父亲 虽然涉足祖母绿行业 但家境并不显赫 那些关于他的父亲 拥有祖母绿矿的传闻 不过是无稽之谈 然而 艾龙所拥有的 是对电脑和城市设计的热爱与执着 他如同一只敏锐的猎豹 追逐着科技领域的每一个新动态 12岁那年 他凭借一款自己发明的视频游戏 以500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一家杂志社 这是他科技人生之路的第一笔收入 也是他梦想旗号的起点 12月13日 我会有一个生存的危险 我试图解决定的意思 我描述我的思想 是一个思想的思想 I did have this existential crisis when I was around 12 about what's the meaning of life isn't it all pointless why not just commit suicide why exist I read the religious texts I read the philosophy books especially the German philosophy books made me quite depressed frankly one should not read Schopenhauer and Nietzsche as a teenager but then I read Douglas Adams'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which is a book on philosophy in the form of humor and the point that Adams was making there was that we don't actually know what questions to ask 而他对太空的热爱 更是他心中那份 对未知世界的渴望与追求 从那时起 马斯克便深知 人类潜力的无穷无尽 他坚信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可以共同探索宇宙的奥秘 寻找生命的意义 so my motivation then was that well my life is finite really a flash in the pan on a galactic time scale but if we can expand the scope and scale of consciousness then we are better able to figure out what questions to ask about the answer that is the universe and maybe we can find out the meaning of life or even what question to what the right question to ask is you know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ere are we going where are the aliens are there aliens you know these questions you know is there new physics to discover or is this because there seems to be some real questions about dark matter and dark energy and so the purpose of spacex is to extend life beyond earth on a sustained basis so that we can at least pass one of the fermi great filters which is that of being a single planet civilization if we are a single planet civilization then we are simply waiting around for some extinction event whether that is man made or natural but if you are a single planet civilization eventually you will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that planet and you will die if you are a multi-planet civilization you will live much longer also a multi-planet civilization is that's the natural stepping stone to being a multi-stellar civilization and being out there among the stars 这句话听起来 或许有些宏大 有些理想化 但正是这份对梦想的执着与追求 让马斯克在科技领域不断突破 不断创新 他从未屈服于现实的困境 也从未放弃对梦想的追求 马斯克18岁时离开南非 搬到加拿大 最后去了宾州 在那里 他上了大学 拿到了经济学和物理学位 24岁时 他搬到加州的史丹佛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 虽怀抱着博士的梦想 但他内心的热情 早已被创业的火花点燃 他开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 SIP2 1995年 他和他那个特别喜欢牛仔帽的兄弟 一起创办了这家公司 为线上报纸绘制出地图和商业的脉络 这听起来现在有点奇怪 但在1995年 这可是大事 在当时 这无疑是科技界的一股清流 他几乎就是今天的谷歌地图的前身 而且非常成功 帮助数百家以前只能印刷的报纸上线 几年后 SIP2 以3.07亿美元的价格被收购 其中2200万美元 直接进了伊隆的口袋 突然间 埃隆变得富有了 手握这笔财富 马斯克并未止步 他用这笔钱 创办了另一家公司 PayPal 他基本上是一家网上银行 在当时是革命性的 而他的愿景 最终化为了现实 PayPal的崛起 让马斯克再次站在了财富的巅峰 2002年 伊贝以1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他 从那时起 他正式成为超级富豪 然而 这位亿万富翁 并未满足于现状 他要用这笔钱 追寻更疯狂的梦想 那么 他该如何处理这些钱呢 从小时候制作太空电子游戏开始 他受到了人类探索宇宙的梦想的激励 渴望将生命延伸到遥远的星球 让人类成为多星球的物种 将生命延伸到多个行星 特斯拉 这家在2000年代初 就已经展露头角的电动车制造商 曾是高端小众的代名词 然而 马斯克的出现 却让他焕发了新的生命 他加入其中 以投资者的身份 最终成为了掌舵者 他的愿景是将电动车从小众推向主流 开启一个全新的交通时代 然而 这条道路并非坦涂 他的火箭不断爆炸失败 他的史无前例的电动车制造极为复杂 都是他必须面对的难题 但马斯克对风险的热爱 和对强度的追求 让他选择了勇往之前 马斯克的特斯拉彻底颠覆了汽车制造的方式 凭借着创新技术和精妙的工程设计 他把特斯拉变成了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远远超越其他所有汽车公司 而这一切就在短短几年内发生了 特斯拉这家公司很特别 他不走寻常路 例如 他几乎没有传统的行销活动 埃隆甚至决定将他的所有技术开源 这些专利不再受版权保护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并使用它们 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电动车市场能迅速起飞 世界能更快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最终这也会让特斯拉受益 这些都是大胆而疯狂的举动 但他们完全奏效了 与此同时 埃隆的太空公司SpaceX差点破产 在六年六个月的压力和紧张之后 埃隆的太空梦想终于开始实现了 SpaceX的关键创新 在于他们创造了一种可重负使用的火箭 过去的火箭都是一次性的 使用一次就报废 费用高昂 但埃隆证明可以安全的回首并重负使用火箭 很快 SpaceX开始运送NASA太空人和物资到国际太空站 为五角大厦发射军用卫星 也发射数十颗商业用途的卫星 甚至进行首次私人太空旅游飞行 太空旅行被彻底重新定义 更疯狂的是 在这一切过程中 马斯克还创办了许多其他公司 例如The Boring Company 这家公司透过建造智慧隧道 来彻底改变交通和运输 是的 马斯克利用他的企业来改变世界 同时也试图拯救人类 正是这种行为让许多人觉得耳目一新 也成为了他所有公司的行销利器 他还创立了Neuralink 这家公司正在设计一种 用大脑控制电脑的方法 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功 现在 埃隆的公司可以轻松进入太空 它开始发射小型卫星 有6000颗卫星照地球运行 为偏远地区提供网路 可以说这甚至改变了乌克兰战争的进程 在俄罗斯最初入侵期间 乌克兰士兵使用了星链互联网 最近几个月 俄罗斯士兵也开始使用星链 早在2015年 马斯克就与其他人一起创立了OpenAI 后来还推出了Chack GPT 不过 由于意见分歧 他离开了公司 最近又创办了自己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马斯克对字母X情有独钟 他代表着未知的追求 他给好几家公司 甚至给自己的一个孩子 都用了这个名字 每一个冒险项目 都反映出埃隆那种率真的理想主义 他的红北愿景 是通过推动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 并一起做一些疯狂 令人惊叹的事情来测试人类的极限 但在创建了这些 专注于突破人类潜力的 物理极限的公司之后 埃隆最近几年又把目光投向了另一个行业 寻求更多的挑战 他用近440亿美元收购推特 改名为X天台 与他共事的人常提到 马斯克对公司产品的细节相当痴迷 我认为人们觉得我是个商人或者工程师 这占了我80%以上的时间 据一位与马斯克密切合作的消息人士透露 他90%的时间都花在了技术细节上 他拿着白板与工程师和程序员一起查看代码 在有时会持续到半夜的会议上解决非常具体的细节 马斯克的第二个特点是质疑一切 当他创建SpaceX时 这一点尤为明显 一开始很困难 因为他从未建造过任何实体物品 我的意思是 我小时候曾建造过小型火箭模型之类的东西 但我从未在一家公司里建造过任何事物 埃隆对SpaceX的最初想法 是购买已经退役的俄罗斯火箭 并更有效地重建它们 可以想象去俄罗斯火箭部队说 我想购买你们最大的两枚火箭是非常奇怪的 他们认为他疯了 但他有钱 他去了俄罗斯 很快发现政府为火箭支付的价格是天文数字 他感觉着很荒谬 在返回的航班上 埃隆列出了建造火箭所需的所有组件的清单 然后他估算了材料和组件的价格 他发现俄罗斯爆出的这些火箭零件的价格非常高 他仔细询问了与火箭相关的每一项成本 并开始制定计划 研究他的团队如何找到更便宜的制造方法 他一次又一次地真努力做 直到很快 他的团队就为SpaceX制造了70%的火箭部件 并节省了数百万美元 在马斯克公司工作的人们 常常听说关于马斯克的传奇故事 例如 不知道什么时候 马斯克会突然出现 与一些工程师交谈 解决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 不停地追问 直到找到最有效的答案 他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合作型或包容型的老板 他更像是对每一个假设进行压力测试 把每件事情都推向极致 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 这已给为埃伦工作的人 带来了巨大压力 他会出现 质疑一切 然后告诉大家 六个月的时间表需要压缩到90天 所有人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 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 他说一定是可能的 然后大家都努力让他成为现实 但是 马斯克无情的理想主义和对未来的愿景 吸引了许多真正有才华的人 他们将这些梦想变成了现实 这些人聚集在他的使命周围 无论是重塑人类交通 还是将人类送上火星 他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 实现了这些目标 这些确实是他的超能力 他们是让他能够重塑整个产业的关键要素 让我们看看他的超能力仅仅在2020年代初 这给他带来了什么 他的四大公司迅速发展 价值数十亿美元 特斯拉估值达到万亿美元 是地球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 彻底改变了汽车产业 根据复笔市亿万富翁追踪报道 到2021年1月 这些成功使马斯克一跃成为世界首富 他总是引发人们的惊奇 他直言不讳 快人快鱼 而且他基本上不在乎别人是否喜欢他 在乎他 这就是伊隆马斯克 一个勇于追梦 不畏挑战的人 他的故事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 激励着人们不断前进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 有关新科技的影片